哈囉 大家好 我是秀康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是新的監管者觸手怪 喔不是 是黃衣之主的一個攻略 黃衣之主的一個攻略喔 然後呢 黃衣之主呢 他的技能呢 看起來好像非常的複雜喔 哇 什麼支配深淵之處啊 凝視求生者召喚之類的 其實我跟你們講 沒那麼複雜 我接下來會用很白話的方式 非常白話的方式跟各位講解這幾個技能 包括恐懼之行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好 首先呢 你今天 你是一個會召喚觸手的監管者 那 當然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觸手他的出現條件是什麼啊 對不對 那呢 觸手的出現條件呢 包括說 在恐懼半徑 也就是那個心跳的範圍 停留過久 被監管者攻擊 然後被巡視者咬中 就是我們俗稱的小狗啦 被那個小狗的技能給咬中 教準呢 修密碼機的時候教準失敗 然後或者是你的隊友倒地了 或者是做上狂歡之意的時候呢 都會產生個觸手 那 除了這些之外呢 監管者他也可以自己主動 召喚一個觸手出來 然後呢 可以放在監管者想要的位置 也就是說呢 這個恐懼之行跟第二階段的技能 其實就是在講說 怎麼樣 讓觸手出現 也就是觸手出現的條件到底是什麼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那呢 剩下這兩個 第一階段跟第三階段呢 那當然就是說 你今天召喚觸手出來 你當然要用觸手打人嘛 總不能說 我召喚一個觸手出來 要幹嘛 做特大號的烤魷魚絲之類的嗎 當然不是嘛 對不對 那第一個就是打人的那個基本款 在你的視野中心有個觸手的話 操控觸手去打附近的求生者 那這個第三階段就是進階版啦 就是說 求生者經過那個觸手呢 就會自動被觸手攻擊 求生者就會自動被觸手攻擊啊 那 不過這樣子自動攻擊當然有缺點 就是說呢 他本來在第一階段 他冷卻時間是5秒鐘 在這邊的話 就變成更長的冷卻時間這樣子 當你這個技能達到3階的時候啊 你有兩種施放這個技能的方式 一種是呢 直接操控觸手 也就是紅眼睛 操控觸手直接打逃生者 那另外一種就是藍眼睛 也就是直接在逃生者身上 施放一個狀態 那前面這個紅眼睛的時候呢 冷卻時間就是5秒鐘 然後呢 當你在逃生者身上放狀態的時候 冷卻時間就是20秒鐘 不過呢 在逃生者身上施放狀態之後呢 逃生者經過這個觸手的時候啊 那個觸手就會自動一直攻擊逃生者 逃生者身上中這個狀態的持續時間 大概是 如果沒有記錯大概是10秒鐘左右 10秒鐘左右 所以就看你怎麼選擇 你是要直接用觸手打 還是讓逃生者身上帶那個狀態 然後觸手自動攻擊 這個就看你自己的選擇 所以呢 總體來講就是說 這兩個是觸手出現的條件 這兩個是如何去操控觸手 就是這樣子而已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然後這邊補充一下就是呢 放在狂歡之椅 而且是有求生者做的狂歡之椅的話呢 那個觸手消失的速度就會更快這樣子 觸手消失的速度呢 欸 就會更快 所以這就是他的四個技能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只不過呢 他寫得好像太文周周了 你看什麼太陽成像弧間 黑色的星星升起 這麼文周周 不用 其實就是怎樣呢 怎麼樣讓觸手出現 怎麼樣操控觸手打人 玩觸手play 就是這樣子 這是他的技能的一個部分 這是他的技能一個部分 然後在實戰的表現上呢 這個黃衣之主啊 其實也是非常的強勢 為什麼呢 他的黃衣之主的本體啊 攻擊距離範圍非常的長 可以跟 可以說呢 他跟紅蝶就是兩個極端 紅蝶手很短 黃衣之主的觸手就很長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觸手的部分啊 就是你的觸手 隔著窗戶啊 或是隔著那些 比較矮的障礙物呢 是打不到逃生者的 打不到逃生者的 而且呢 當你在觸手被逃生者拆掉的時候呢 你是不能操控那個觸手 去打逃生者的 因為有觸手的關係 等於說你今天逃生者呢 你就是不能等到 黃衣之主過來 然後再放板子 想要弄黃衣之主 因為呢 黃衣之主就可以直接 在那個後面 在板子的後面 直接放一個觸手出來 直接打 躲在牆壁或是 躲在板子後面的那個逃生者 當你遇到黃衣之主的時候 就是要趕快跑就對了 趕快跑 不要想說要用翻板子去揍黃衣之主 揍不到的 反而會被觸手打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黃衣之主 這個觸手能力 最OP的地方了 在這個心跳範圍內啊 就是前面有講到 在心跳範圍內呢 觸手呢 會自動生成在逃生者旁邊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心跳範圍內 黃衣之主就可以透過觸手 來知道逃生者的位置 而且更可怕的是呢 就算今天黃衣之主 不知道逃生者的位置 黃衣之主也可以自己去製造觸手 因為他觸手被召喚出來的那個瞬間啊 那個觸手在 就是那個觸手很像章魚的觸角嘛 就是在類似章魚觸角那個吸盤的部分啊 他就是指向最近的逃生者的位置 那除此之外呢 除了召喚出來呢 那個觸手的 那個類似吸盤的那邊的位置 會指向逃生者之外呢 當黃衣之主操控那個觸手 直接打下去的時候 就算旁邊沒有任何逃生者 就是直接操控觸手直接打下去呢 那個觸手打的那個位置啊 打的那個方向其實就是在提示 黃衣之主說最近的逃生者 大概在哪個方向這樣 也就是說他其實就跟廠長的那個 他其實就跟廠長的玩偶一樣 因為廠長玩偶傳送之後嘛 廠長就會自動轉向到最近的逃生者的位置嘛 這個觸手也是有一樣類似雷達的功能 那最後是關於技能的部分 技能的部分的話呢 首先一樣 黃衣之主一樣還是可以配上現在就是大眾基本款 就是呢 封窗 封窗呢 然後再配上這個一刀 沒有錯 這兩個基本上大眾基本款啦 用在黃衣之主身上也是很適合的 再來就是說這個 約束啊 大家不要去點這個約束 為什麼呢 因為黃衣之主就是在這個警戒範圍內啊 警戒範圍內那個黃衣之主的 就會產生觸手 所以你把自己的警戒範圍變小 對你來 對黃衣之主來講 一點好事都沒有 是不是 然後再來點的 一定要點的呢 就是夜消 因為呢他降低他30%的破譯治療跟 校準的成功範圍 那就是更容易會產生暴擊 然後呢 如果密碼機一直爆炸的話呢 你的觸手就越來越多 這樣子 這樣對黃衣之主來說當然是一件好事 當然是一件好事 那另外一個點法呢 我可以推薦各位就是說 把這個風窗給拿掉 風窗給拿掉 風窗這邊呢 給拿掉 然後呢 把他點到這個張狂 黃衣之主第二階段的技能就是 主動召喚出一個觸手 其實很好用 就是你可以在逃生者的 跑跑路徑上面 召喚一個觸手 然後直接攻擊逃生者 所以呢 你如果用張狂的話 可以彌補就是說 黃衣之主在一開始啊 技能還沒解鎖的時候呢 技能還沒解鎖的時候 黃衣之主是處於比較弱勢的狀態 減這個技能就可以彌補說 如果真的一開始都打不到人的話 那這個技能就是讓你做一個保險 讓你可以呢 解鎖這個技能 然後呢 利用這個技能去打人這樣子 也是ok的 也是ok的 就看各位怎麼選擇 我覺得都可以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 對你有一些幫助的話呢 有所幫助的話 就可以在影片下方按個讚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修康是每天晚上7點都會開台 然後呢 也會上傳剪輯影片 就歡迎各位每天晚上7點都來收看 修康的直播 然後呢 也可以看剪輯影片這樣子 最後記得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黃衣之主 該怎麼使用它 或者是 該知道怎麼樣 逃離黃衣之主 沒有錯 那就是這樣子啦 好啦 那我們就下一部攻略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